來 菜鳥情報員 酸辣魚 要給我們帶來什麼情報 第三個情報 我們先給大家看一下這張圖好不好 大家應該猜得出這是什麼東西吧 這是什麼 看得出來嗎 這是手嗎 對 沒錯 這是手 這應該是皮膚病吧 是整嗎 錯 其實這個就是肝癩 而且看到這張圖片的時候 大家是不是看來看 已經全身在發癢了 有點痛 我跟你講 根據我的調查發現 肝癩不只會傳染 還跟心血管疾病有關 因為 肝癩它會讓那個皮膚呈現一個 發炎的狀態 如果發炎的狀態的時候 它就會屬於心血管疾病的 高危險群 還容易合併心塵代謝 以及心血管系統慢性疾病 包括糖尿病 高血壓 高血脂 動漫硬化 心肌梗塞 而且肝癩會透過皮膚接觸傳染 所以只要一得到 你就沒有辦法根治 什麼 肝癩 家人有這個症狀的 隔離 隔離 肝癩而已 非常的可怕 因為它真的不會根治 真的有這麼嚴重嗎 皮膚科 就是肝癩 就是第一個 肝癩 就是剛剛看到照片 是一個手 那是一個很嚴重的個案 所以它皮屑很厚 第一個就是說 這情報 就是有一部分是對的 一部分錯的 錯的很重要 要講三次就是 肝癩不會傳染 不會傳染 不會傳染 對 肝癩絕對不會接觸傳染 所以大家看到肝癩的 他還講三次 好厲害 肝癩的病友 它其實是不會傳染的 我們一般看到的 可能是這樣一塊病罩 也許大家不時有看到 親朋好友 好像金華火腿還是什麼 就是在頭皮 或是在手肘 膝蓋 有看到這樣一個 邊界非常明顯的一個紅色斑塊 上面有一些銀白色的屑屑 所以說肝癩在我們 就是中國的話 可能會把它叫做 又把它叫做 因為會這樣厚厚的斑塊 牛皮癩也是 對 就是肝癩 肝癩我們把它叫牛皮癩 或是叫銀血病 就在中國我們這樣講 然後 所以它一般會這樣 這樣一塊一塊的病罩 但是比較厲害的時候 也有可能 就是它的病患的背部 或是就是它的小腿 就是其實病患有可能全身 厲害的時候 就是超過10% 我們就算是中重度 那厲害的時候 甚至80 90%的皮膚 都可能被肝癩的病罩所覆蓋 就你可以想像 那其實是非常的不舒服 不會好嗎 會好 可以治療 但它確實是一種體質 所以我覺得我肝癩的患者 他走進診間 他離開的時候 他都會起來 把他的坐墊拍一拍 把桌子拍一拍 就是其實非常的心疼 隨時在掉屑屑 對 他在掉屑屑 所以他出門不敢穿短袖 不敢穿短褲 因為怕掉屑屑 或被認為會傳染 別人會怕他 除了皮膚 可以看到指甲 這樣的指甲 其實生活機能會受影響 然後其實病患發炎的厲害了 所以會有疼痛 然後可能合併關節炎 關節的疼痛 那它是一個全身性的發炎 跟基因遺傳有關係 是多基因的 是 你說它會好 那為什麼它會變這麼糟呢 就是它有的時候 會反覆的發炎 現在有越來越多的一些 免疫調控的方式 或是我們一些全身性的治療 像照光治療 外用藥物 一些生物製劑 可以有很好的治療 讓這樣子的病人 它90%甚至100%的皮膚病罩 可以達到一個擴清 因為有些病患會覺得 他不想要用一些 免疫調控的方式 他不想要用類固醇 那他不想治療 就有可能會變得很嚴重 那很嚴重 其實會影響到他的生活 那除此之外呢 就如同剛剛所提到的 它是全身性的發炎 它等於是從頭皮到腳趾 全部都在發炎 眼睛可能會有葡萄膜炎 然後呢 它可能會影響到我們的腦部 就是腦中風的機率 也是一般人的大概1.3倍 然後也會有憂鬱症 睡眠障礙的情形 尤其像剛剛所提到的 心血管疾病 也是至少有1.3倍的提升 甚至會影響到生命的 譬如說心肌梗塞 在嚴重肝癇的病人 可以到2倍甚至到3倍 高血壓 高血脂 糖尿病 這些三高 代謝症候群 肥胖 都會風險比較提升 因為他全身發炎 所以從皮膚發炎到我剛剛說 關節 葡萄膜 或是影響到這些血管 都在發炎的一個狀態 所以呢 做這些不控制的話 其實會影響到病患的生命 肝癇的患者如果很嚴重的話 平均壽命有可能比一般人 還少了五年以上 對 所以就是需要多一個治療 長成這樣子妳怎麼活得久 妳說絕對活不久 對 它是非常清楚 妳隨時都在戳 隨時會癢 或會痛之類的對不對 對 肝癇它是一個慢性發炎的疾病 我們知道我們的皮膚 其實裡面有非常非常多微小的血管 我們皮膚如果有一些發炎的蛋白質 發炎因子 它就很容易進入到血液循環裡面 造成血管的傷害 最常見的就是剛剛吳醫師有講 我們在肝癇病人 他發生心肌梗塞的機會 會比一般人多很多 甚至會發生很多肝癇病人 他會有早發性 在50歲以前就發生 我們去研究也發現 肝癇的病人 如果您去幫他做心臟檢查 肝癇病人他在心臟血管 發現有病灶的機會 是比一般人多了 整整多了六倍 所以是非常辛苦 像我自己就有個病人 他本來在我這邊治療心腳痛 非常難控制 我們幫他做心導管治療 幫他放支架 幫他用藥物治療 怎麼樣他的心腳痛 都沒有辦法完全緩解 後來我不經意發現 他的手臂還有大腿 都有一些肝癇的病灶 我就問他 他說 之前年輕的時候治療過 後來都沒有辦法緩解 就不了了之 偶爾買一些成藥擦一擦就算了 我就跟他說 現在肝癇有很多新的好的方法 結果皮膚科醫師幫他好好 用新的療法治療之後 一兩個月之後 他的皮膚的病灶改進之後 心腳痛也變好了 結果我們去查文獻才發現 去年美國心臟科醫師 真的有一年就發現說 肝癇的病人如果治療成功的話 他的皮膚的病灶如果改善的時候 通常他的心臟的病灶 也會跟著改善 是兩個發炎都會同時一起改善下去 我們必須說很多人一看到說 你這個是肝癇 那就認定它是皮膚的疾病 這個觀念首先要先扭轉過來 這本來就不是 因為肝癇這個疾病是 全身性 系統性的發炎反應 這個系統性的發炎反應 如果表現在皮膚 就是出現我們看到的肝癇 表現在其他的器官 就會影響到其他地方 包括眼睛 腦袋 腎臟 甚至於肝癇有40%會影響到 所以像我之前曾經有看 一個小孩子的感冒 我就看到媽媽的手背一整片 都像這個照片一樣 我就跟媽媽說 媽媽你那個手背 你有去檢查嗎 媽媽說沒有啊 我之前有受過傷 我以為是傷口愈合不良 我再仔細問 媽媽說她早上起床的時候 手肘的關節 手腕的關節會覺得僵硬 沒有辦法動得很好 所以我跟媽媽說 媽媽你這個 從外觀上看起來 比較像是肝癇 我也特別提醒媽媽說 的確肝癇在研究上面說 如果我們過度的肥胖 沒有控制好體重 可能會造成以後的高血壓 高血脂 高血糖 甚至於心血管疾病 這些都要多多的注意 而且我覺得你病患運氣很好 因為你幫她發現 之前有一個病患她是乾癇 她也覺得說自己那個面積不大 因為有些人很嚴重 可是有些人就是一直只有幾塊 一直只有幾塊那些人 反正治不好他們就不想治 所以也沒去注意 那個女生是怎麼樣 最後才又到皮膚科 是因為她常常會有一些 就是她覺得 筋骨痠痛嚴重到那個後來 她一直想說她是不是頸椎 退化性關節炎還是幹嘛 怎麼每天起床都痛得要死 然後她去了骨科那邊 骨科後來 你知道嗎 她連刀都開了 開刀之後想說 為什麼她的病都沒有好 還是每天這裡痛 那裡痛 然後爪上起來很硬 後來到後來是 她有一天去皮膚科的診所 診所我在跟她聊天的時候 我看到她那個說 我覺得妳這個關節痛的問題 應該跟妳這個皮膚有問題 是有關係 妳這個是乾癬妳知道嗎 她說這就有皮膚 這就有皮膚 妳知道這個會造成妳的關節嗎 她說會嗎 她說對 所以她那個刀 其實很多的乾癬 剛才我們的蘇星姐講在關節上面 很多人第一個就會講說 這是不是痛風 就是一直不會好的痛風 好久才會退掉的那種痛風 很難控制的 所以我真的有遇過一個 她真的就是來檢查的時候 她檢查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她覺得她小便裡面 就是小便 那個泡沫非常的多 她說再來做健檢 檢查出來 她真的尿蛋白非常的高 試駕 才去做回來 回推她的原因會是什麼 才發現她是免疫型的 她免疫型的腎病便呢 她的類型就是乾癬 我們講說妳的乾癬 應該會在皮膚上面呈現過 或者是應該有其他的症兆出來 猜對 她就說就是她的腳的關節 有一個地方 常常就會三不五時會發作 而且她發作很奇怪 她一次就是右腳發作 左膝會跟著發作 她就是對稱性 但是是不同位置 但是呢 我們去看她的那個關節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說 其實她這個不是痛風 她這個真的就是 就是我們剛才看到那個 我們叫做蠟腸脂 蠟腸脂 那另外一個就是 她的膝蓋也是腫了奇怪 不然那個皮膚旁邊 也是出現這樣子的屑屑 她都以為這個腫跟這個臟 都是痛風 因為她只知道關節痛 就是痛風而已 對 就是乾癬 它算是全身性的發炎性疾病 然後呢 雖然覺得不會根治 但現在新的治療 都已經可以把它控制到很好 所以呢 就是如果 比較輕度的乾癬的話 大概是小於身體表面積的10% 大概我們可以用 外用的類固醇藥膏 或是直接外用的一些 維他命D的衍生物 的一些藥膏來做治療 如果是超過10%的 那就是稱為中重度的乾癬 中重度的乾癬 就需要做一些全身性的治療 包括可以用外用的 就是照UVB光 就有點像去那個 紫外線曬黑床那個概念 還有呢 就是一些 免疫調節的藥物 這有很多種可以選擇 再來呢 如果更嚴重的乾癬的話 其實健保也有給付 可以用一些 等於是像一些標靶的一些 針對某些發炎因子的 生物製劑來治療 目前治療的療效都可以達到 80 90 甚至100%的一個控制 皮膚病造完全不見 正確的治療還可以降低 它心血管疾病發生的機會 任何人都不應該放棄治療 所以最後一個情報 只能說對一半 為什麼對一半啊 知不知道 謝謝 而且剛才高挑的吳吉尼 吳醫師已經因為他說了三次 他不會傳染 所以不要看了以後呢 敬而怨之 我的媽啊 那是誰這樣 不需要 那乾癬有可能會導致心血管疾病 剛才已經進過證實了 但雖然我們是第一次聽說 但必須正視這個問題 好 皮膚是人最大的一個器官 對 希望大家一起好好照顧自己的皮膚 好不好 有個漂亮 有光澤 有亮麗的皮膚 應該還是很吸引人 好不好 感謝你們今天收看 別忘了每個禮拜六 禮拜五的晚上九天六十天 中天綜合台 請收看金牌大劍筆 我們明天再見 晚安 拜拜